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美国怀恶民州长米迈特今天帅团拜会台中市长林嘉龙交流城市外交经贸合作与学术发展本议题,林嘉龙说台中是一区城市更是重要的精密机械产业重镇,明年举办世界花卫博览会邀请州长与怀州首府夏阳市长参与花博盛会。 市府秘书处说夏阳市在1981年10月与台中签署姐妹市前市长Richard Kaizen曾于102年9月中访问台,这次拜访团成员包括怀州参议会议长、怀州农业厅、运输厅、商务厅等部门首长,除了拜会市府也判参访台中市的新兴产业,严商双方相关企业的未来合作。 米迈特异新人今天拜会市府林嘉龙在金发局长吕耀志、交通局长王一川、农业局长王俊雄与台中市公厕会总干事蔡师盈陪同夏与外宾交流互赠纪念品,现场也播放影片介绍台中市的城市景观绝美,获得美方代表肯定。 林嘉龙说 各国买家来台中 观展采购 林嘉龙提到台中市明年举办世界花卉博览会希望借此让台中市与世界各国交流对话而台中市在国际上与不少城市缔结姐妹室将邀请各姐妹室代表到台中共相胜举也欢迎州长届时前来参加。 米迈特表示对台中市印象深刻也希望在经贸交流外增进大学院校的互动促进学术发展。 林嘉龙表示赞同,并说近一大学与美国树城州立大学签订MOU,台中学生未来有机会在美国寻求培训机会,提升就业能力,期盼透过学生交流开启城市间全面合作,促成台美更紧密的关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